感恩大慈大悲 关事人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卢台长 我请让卢台长给我看一下 82年的狗 男孩 他的案子什么时候结 82年的狗是吧 男孩 这个案子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 是的 花掉很多钱了 是的 有一次好像是判过的 后来再重新的 是 对 像这种事情 其实我要帮你很容易 但是我不能帮你 自己的业自己背 你帮你儿子好好念 对 我如果一帮你好了 俺子打赢了 我帮你背业了 不行 我们自己的业自己背 你是卢台长 还是我是卢台长啊 还不行呢 不是不行 这个案子我看看啊 儿子几岁啊 几几年呢 82年的狗 好像你儿子这个官司还牵扯到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在帮他使案件 就是说不是完全帮助他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叫你儿子赶紧给那个跟他有案子有关系 那个人给他念解节奏 哦 好吗 好的 求关心菩萨说这个案子结了之后 我再也怎么样 再也怎么样 不怎么样了 听得懂吗 行 这个案子有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拖到今年8月份或者11月份有两个点 如果8月份不能解决最后是11月份解决 如果11月份解决不了叫他把赶快撤 这个事情会出事的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叫对方撤还是咱撤呀 那当然你撤了 对方咋会撤呀 你不撤人家会撤吗 人家是远接来的呀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嘞 需要多少小房子 180张 我可以在一个礼拜当中 就叫你儿子这个案件会有转机 但是接下来要拼命的念小房子念经 念解决奏 而不要看到有转机的 马上再加强下去告人家 听得懂吗 好的 我一定做到 就是静就是为了守啊 有时候现在要懂得退啊 是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你给人家留条路 就是给自己留后路啊 这都不懂啊 是 谢谢他儿子啊 放多少声 放多少声啊 放多少条鱼 三千 好的 我告诉你你真的 你被这个官司已经扯得很烦恼了 是的 我告诉你 你们家里钱也花得很多 是的 我现在看到你家里不是很富有 家里都比较朴素 是的 家里房子也不是很小的 听得懂吗 是 非常对 鼓掌 下面 谢谢台长 下面我跟大伙分享一件一件事 我学学心灵法门有一年吧 我接约一个那个新修心灵法门的 他刚学了一个多月 他的脏舞得了胃癌 通过念经放生三大法宝 在二十多天 婴炎 癌细胞消失 意愿特别惊讶 你们吃的什么药 其实他就用沾的那个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喜愿放生念经 癌细胞 婴炎 没有了 感谢大师的外观世人菩萨 感谢大师的外奴机鸿鸿探长 谢谢 谢谢